因为你在后面拖的时间很长 你的身体要跌倒 此时你的脚会快速地向前去支撑身体 它就不可能再有向上的这个折叠了 跑步折叠腿原理及练习方法 首先你要知道 跑步过程中的折叠是怎么产生的 折叠的产生呢 虽然和速度是相对的 就是速度越快 你的折叠腿可能幅度越大一些 为什么速度越快 你的折叠幅度就越大呢 这是因为 由于你速度越快 大腿向前的速度越快 由于惯性 你的小腿会瞬间被向上拉起 这就相当于一个双截棍 上面这个棍子就是你的大腿 那中间这个白色的绳子呢 就是你的膝关节 而下面这个棍子就是你的小腿 你快速向前移动大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的小腿会瞬间向上折叠 这就是由于惯性 当大家知道 跑步的时候呢 折叠是由于惯性产生的 速度越快 大腿向前的速度越快 那你的小腿越容易向后折叠 那当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 在跑步过程中 如何才能 做到这样的折叠腿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训练方法 来训练你的折叠腿 你可以原地先这么站着 那站着的时候呢 注意 让一条腿 在后面 先往前 刚和我的支撑腿平行 这个时候 拉起脚 拉起 对 拉起 刚平行 就拉起 所以说大家记住四个字 平行拉起 到了这了 拉起 拉起 不要让你的脚过去之后 你再拉起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的脚 你看 往前拉的时候 已经过了你的腿了 过了你的支撑腿了 然后你再拉起 拉起之后呢 你的脚不但容易落到身体的前侧 并且呢 后面这个腿呢 容易在后面拖的时间很长 拖的时间越长呢 你看身体要往前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紧接着就会落下 你就没有时间 说是 再往上拉起了 因为你在后面 拖的时间很长 你的身体要跌倒 此时你的脚会快速的向前 去支撑身体 它就不可能再有 向上的这个折叠了 折叠是大腿和小腿的折叠 拉起拉起 对 跑上十步 然后逐渐的逐渐的体会这种平行拉起 对 慢慢向前跑 好 好 tidak 不是